好,我們再來介紹這個X的平方公式 X的平方公式的話 這證明也可以用那個面積來證明 就是說 現在的話,這個 整個 我叫做A好了 然後這一塊 這個我叫做B 然後呢 這個 這整個叫做A 這個叫D 好,那我們現在的話 就是說 我A-D 就是這一段 這一段是A-D 這一段A-D 這個面積 是等於什麼 是等於整個面積 扣掉什麼呢 扣掉這三個 那怎麼扣 就是說 這個是A-D是這一塊 A-B的平方 就是這一塊 等於什麼 等於整塊 整塊就是A平方 A平方 扣掉多少呢 扣掉這一塊 再扣掉這一塊 再扣掉這一塊 因為這一塊扣掉兩次 這是A-B 再扣掉這一塊 再扣掉這一塊 扣掉這一塊 這是A-B 再扣掉這一塊 這一塊的話是BA BA的話是AB 因為 你扣了這一塊 再扣了這一塊 這個是扣了兩次 只能扣一次而已 所以你再加一次回來 那這個 這是B 這也是B 所以它再加一次回來 加到B平方 那這個呢 就是說 它的那個 用面積解釋的證明 那這A平方 減2AB 再加B平方 或者是你要分配率 分配率 分配率叫A A-B 是等於 等於是加負B A-B 平方 這個等於多少呢 就是等於A-B 乘以A-B 那這個把它看成是加負B 那A乘以A是A平方 那這負B乘以A 是負AB 那A乘以負B 是負 負B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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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等於負AB 那加負B乘以負B 負得證 加B平方 用分配率 展開也是一樣 2AB 加B平方